分享一个简单、好做、适合现在吃的美食 准备100克的糯米粉 加入30克的玉米淀粉 加入50克的白糖 180克的牛奶 用筷子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搅拌这里面没有一点颗粒的状态 然后倒进一个浅一点的盘子里面 放进蒸锅里面隔水蒸 水开之后大火蒸20分钟 时间差不多将它取出来 用筷子搅拌一下散掉里面的热气 再往里面加入一块黄油重30克 戴上手套将黄油揉进面团里面 全部融合之后将它移到案板上面 如果粘的话案板上抹一点点油 两手像这样往里面揉 将面团揉至非常的光滑 看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将它收圆 取一块保鲜膜 用保鲜膜将面团给包起来 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大概半个小时 再来准备一袋奥利奥饼干 对半打开 将中间的奶油给去掉 奶油太甜吃起来会比较腻 然后用保鲜袋给它装起来 用擀面杖敲碎 敲成这种非常细腻的粉末就可以了 然后倒出来备用 碗中加入200克的淡奶油 加入白糖30克 用打蛋器高速打发 大概需要一分钟左右 打至变硬 像这种不流动的状态 然后加入饼干碎 用刮刀将它们翻拌均匀 然后盖上保鲜膜 放在冰箱里面冷冻20分钟 再准备两勺的糯米粉倒进炒锅里面 用小火不停地翻炒 将糯米粉给炒熟 炒至这种带一点微黄的状态 然后倒进碗中备用 倒一点糯米粉在案板上面 将它抹开 然后拿出糯米团 将糯米团裹上糯米粉 然后将它抽长 分成小份 取一个糯米团放在手心 将它整理成圆形 然后放在案板上面擀薄 边缘再稍微擀一下 打上馅料 像包包子一样将它包起来 收口捏紧朝下 放在案板上面将它搓圆 这样我们的奥利奥 奶油糯米糍就做好了 做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看起来就非常的诱人 这样做好的糯米糍 冰冰凉凉的 放上两天都不会硬 看一下 非常非常的软糯 真的是超级的好吃 打开里面满满的奶油 夹杂着奥利奥的香气 口感软软糯糯的 真的是太美味了 感兴趣的朋友 一定要使得做一下 最后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点赞转发加收藏 我是阿玉 拜拜